都觉得很跟不上这里生活的步伐 记得第一天上课的时候 老师说的虽然都是中文 也都听得懂 但是完全就是没办法进入那整个课程的内容 都是中文没错 但是完全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 但是就是很感谢主 在这里除了有姊妹们的福祉 我更宝贝这里有社区圣徒们的福祉 因为他们就是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找我们谈谈心 陪我们吃个饭 然后更是补下我们生活一切的需要 其实他们在他们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忙碌 他们也愿意拨出他们那么一点点的时间来陪我们 就是像我平常寒假时间